引導多元思綫發展 確保學習平址 教育博處長但以後 帶來全體演講 向來自全國275位高中校長 希望教育沒有未來精釋 還有沒有100空一年 全國高中校長會議 今天在高利吉蘭大學基盤 為期兩天的議題討論 主要是要研討1003年 將會實施的12年國教 其所有高中校長 一起來研討一般 12年的基本國民教育的議題 這次的我們會議的主題是 要去精進12年國民基本教育 目的在培養新世紀的多元優質人才 以這個目的 大家用一體半的時間來進行 各項的準備的措施的研討 歸替台灣的教育上學方式 都是以科技分所 作為一個標準來奮發學校 未來12年國民教育 就是希望能夠以學生的專長來奮類 除了平地教育以外 竟跟中央是印度學生 都完學生來發展 現在就是我們在聖年國教裡面 有一個免失入學的多元比拒 參考了很多他們在過去 學校裡面各類型 他們各領域的學習狀況 而不是只看治癒而已 這樣的方式希望說 引導學校教學正常化 讓學生找到他的一個 多元智慧的一個方向 去做事情的一個發展 因為我們是中高 有設這個幾個專門學生 專題演講之後 主要大家也安排幾天為高中學長 順帶分享自己學校辦學的經驗 有一般的高中也做學的高中 希望附近各個學校 事務的高院和全國 可以有八成以上的學校 都是有一個高中 雖然時間不長 可是呢 透過一個學校的一個經驗 然後跟著全國所有的高中學校做分享 提供我們學校辦理優子化的情況 讓大家來做一個尊重 也希望教育部未來再推動所有人國教 我們全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能夠達到優子高中的認證 在今年國後是台灣教育一個很大的重要進程 對今天來說是好是賣 國界都在觀望 希望教育的改革 可以真的來培養新世紀的優秀人材 即將自己去採訪不到